- 劳动基金这件的炒股案 扯出这种保家集团来炒作原白股票 保家是建商 为什么后来又会开这个资产管理公司呢 而且他这个资产管理公司的资本额 高达230亿元以上 这个有点让人纳闷 这个跳痛跳得很快 这个有什么背后的一个原因吗 是 好 其实保家在台湾 尤其是在中南部 他算是非常非常老牌的一个建商 那他为什么从原本的一个建筑业 开始转到这个我们所谓的金融投资业 我认为跟他的长子林嘉宏先生 林嘉宏先生有关 老板是林承海 林承海对他长子是林嘉宏先生 林嘉宏先生其实他在这个念书的时候 他其实就比较是focus在金融相关的 他在澳洲墨尔本大学的商学院毕业 然后又去英国念了国际金融硕士的学位 而且也录取了就是澳洲的澳盛银行的一个储备干部 可是呢没有想到就是他本来就是要踏入金融业 但是呢接到一通电话 接到爸爸的电话 爸爸说你我们家是盖房子的 你干嘛去念那个金融 你还是回来准备做接班吧 那没办法他就回来去做接班 可是我想这个林董事长大概也知道说 他的这个长子 他很希望去从金融业这一块有所发展 所以后来呢他就陆陆续续去把他的触角 延伸到金融相关的一个领域 那最为大家所津津热到的就是说 他跟这个银眼梁各出资100亿 然后找了这个当时的 建基资产公司 前阵子那个赵峰的那个蔡友财 是是他们三个人就合作 然后去做了这个建基资产公司 可是后来因为这个所谓的一个 例如说这个贷这个超贷 或者是一些贷款方面的一些的一个事情 那就让整个银眼梁就是这个把股票 把他的股份全部都卖给了这个林陈海 所以后来林陈海就把这个建基资产公司 把他转为这种所谓保家资产公司 所以建基资产其实就是保家资产的一个前身 那这也是 这也是就是他从原本的建筑业 开始慢慢跨出到金融业的这一块 这个小故事 但是我个人认为说其实 我说实话 就是说其实大家说保家保家保家 但是我个人认为说不能够单纯用保家集团就把 或者单纯把用唐楚列就把他这个保家集团 都把他去做一个就是cover 为什么 因为其实就我们来讲就是保家集团的投资 其实主要分成两个主轴 一个主轴就是林嘉宏 就是这个大儿子所主导的 他旗下包括有核竹啊 家具或者是核发国际 那么唐鼠烈先生他主导的是保家投资 家园跟核家投资 那其实这两个人他的形式风格 就我了解是不太一样的 林嘉宏先生他其实就是刚刚所提到的 他在国外所学的一些诟病 或者是一些公司治理 或比较属于长期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愿景 可是唐先生似乎不是 唐先生似乎他比较focus在这个绩效上面的一个表现 所以他在我们说他在投资任何一家公司的时候 他其实会比较着重在他的价差方面的表现 他未必是着重在他的一个长远性的一个布局 跟所谓的参与经营的角度上 那这次其实如果说按照现在新闻媒体所报导 比较主动在就是所谓价差方面的一个事件 所以我认为说其实比较 所以他调查的是唐鼠烈先生 他并没有调查其他的保家其他相关的人士 对 听说有那个新世代金融基金会 这个陈冲成立的这个基金会 后来是林承海先生有把这个陈冲找来 作为这个林嘉宏他的一个像导师 导师 对 启蒙导师 市场上都有这个传闻 是 资源有没有要补充 对 我觉得这个动作其实蛮有趣的 我觉得他有点期望 我觉得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解读 我觉得其实林承海或林嘉宏他们保家集团 其实有一个所谓的巴神梦 什么叫巴神梦 因为 巴神梦 神明的神 对 就是巴菲特的巴 为什么这么说呢 巴菲特他所掌管的伯克夏这家公司 其实他本身并不生产任何的东西 他就是一个控股公司 他就去投资市场上这一些有价值 长期投资价值的公司 长期持有之后赚取他的这些相关的 不管是配股也好配息或者是资本利得 比如说他买最近这几年最有名 当然就是买苹果的一个股票 他原本不买科技股的 后来买了一个苹果的一个股票 那一样我们看保家集团呢 其实就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因为他其实介入的上市公司还不少 像台信金 肯锋金 滑票的一个部分 其实都有相关的一些这个琢磨的一些痕迹 那为什么他从一个传统的这所谓建商 会变成这个控股公司呢 因为建商有一个麻烦的地方 就是说你在盖房子的时候 你是收不到钱 你就不断的金流的付出 但是呢 如果你有一个控股公司呢 做一个你财务上的运用之后 你在金流上面 其实是可以比较顺畅的 另外来讲就是说 其实呢 我们刚刚讲到这一些 他所介入或投资的一些上市公司 其实现在很多公司看到保肖集团 就会这个会鞠躬一下 因为真的 因为他们随随便便 有可能就成为你们的大股东了 对 因为他们手上现金不少 对 那大部分的上市公司 都会希望吸引这一些 比较大资金的投资机构 因为法人嘛 对 所以这个部分来讲 也是让这个保肖集团 之所以在台股市场里面 这个赫赫有名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 对 那接下来我们要回到法律层面 我们要请教一下黄律师 这个案子它涉及的法律争议有哪一些 目前我们大家都比较想了解 有这样的行为发生 那法律上到底有什么样的制裁 对 那这部分大概我们由行为主理来区分 可以分成三个区块 第一个区块就是劳金局的官员部分 那刚刚有提到劳金局的官员 他本身是刑法的公务员 因此他本身有贪污自罪条例的适用 那第一个目前我们从新闻上看到的 他的账户里面有来源不明的自信 那这部分至少就会有公务人员财产来源不明罪 那第二个区块是 对 第二个区块是说 如果今天检方还在调查 这个金钱来源到底是什么 如果今天这个金钱的来源 跟他后来去做这个违背职务的行为 之间有个对价关系 我们称之为贿赂的话 那就有贪污自罪条例里面的违背职务收回罪 那这是针对劳金局官员的部分 那针对投信的部分 我们第一个会想的就是背信 那所谓背信是说 今天你为别人处理事物 你为了自己的利益 或是损害本人的利益 你做违背职务的行为 那这个地方其实有个很吊诡的问题 大家可能还没思考到 就是说那如果今天他背信的话 是对谁背信 我想大家第一个时间点想调就是 一定是对劳金局嘛 因为今天是你用劳动基金去接 高阶别人倒出来的货 但是其实法律上架构 可能跟大家想的不一样 因为今天 今天劳金局委托的是委托谁 委托投信公司去代委操作 那这些基金的营业员 他跟投信公司之间又有一个委任关系 因此实务上目前认为说 你今天这个背信的人 其实是被投信公司被背信 那这样会发生什么样的结果 就是江海如果这些人 刑事案件定验的 那劳金局是不能提起刑事负担 明示诉讼的 因为他不是法律上的被害人 这是比较调诡的地方 那另外其实我们看 检方目前在查的方向 除了背信以外 还有一个重要就是特别背信 对 那为什么会有特别背信 对 其实这个部分有两个 一个是证交法 一个是投信投顾法 那我们可以简单说明一下 先讲证交法 所谓证交法特别背信 就是说 第一个你必须要是公开发行公司的董事 监察人或是经理人 那我们去回到这个 这些投信公司里面 如果他不是公开发行公司的话 那就不能适用证交法的特别背信 这是第一点 那证交法的特别背信 还有一个要件说 你要自公司受有新台币 500万元以上的损害 对 一样回到这个问题 就是说今天 去用投信 又用这个基金 劳动基金去买这些股票 嗯 投信公司受有损害吗 我们会想是劳动基金受有损害 劳动基金受有损害 不是投信公司 没有错 所以证交法的特别背 你会发现在这个案子里面 试用上好像有点卡卡的 那其实回到 劳动基金不是第一次发生币案 对啊 101年就发生过一次币案 那个币案那时候我们称为淫证案 对 那因为那个淫证案爆发之后 这个卸信的被告 后来被判 依照背信罪判 有期徒刑两年 那社会上就有一个检讨证案 就是说 这个影响这么大 你只被背信判了两年 后来啊 在107年的1月31号 在投信投雇法 就增定了105条之一 那我可以大概说一下 它的过程要见 它的行为主体就是 投信业者或是投雇业者 董事监察案经理人跟受雇人 基本上就全部包下来了 那如果你客观上有违背职务的行为 导致了这个基金受有损害 就会适用到投信投雇法105条之一 那我想这也是应该目前 所以这是用这个法 对 应该是这个法是目前适用上最没有疑虑 而且行度又够重 所以应该是减掉目前账办 我想这应该是减掉最主要的利器 那针对保家集团的部分 其实刚刚主持人有讲到 就是其实它会牵涉到操纵市场罪 就例如说我先去 操纵股价 对操纵股价跟操纵市场其实都有 我们先讲 今天开盘价 它用高于开盘价的价格 例如说24.75去买 另外跟投信这边讲好 24.75去接 这个如果说它是意图抬高集中交易市场 某种有价证券的价格的话 它就适用到操纵 我们称之为相对委托 就是用对桥的方式去把股价拉高 那拉高有什么好处 第一个 它顺利的脱手了一些股票 第二个看到这个进行散户会进去 散户进去的话要脱手就更容易 不一样拉动基金 散户也在帮忙接获 就是因为散户进去了 保家可以继续倒 而且倒得更快 因为投信 投信就不用那么多花那么多力去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 当然这个我们要去确认 就是说如果今天保家集团自己 在投信还没介入之前 它先自己用连续高价买进的方式 去操纵股价 这个部分也是一个操纵市场的行为 那还有一个可能就是 刚刚其实几位来宾有提到 就是说他去买这个股票 就是以原摆来说好了 这个成交量一直不大 那成交量不大的话 一般投资人不会进场 那如果今天他制造一个 这个交易热落的假象 他用一买一卖 就是自己 这现在讲的是自己 左手卖给右手 这叫相对成交 像这个基本上都会构成 证券交易法 155条的操纵市场罪 对法律上大会有 这些可能的责任 好我们顺着刚才这个 大律师所讲的 我们先看一下 最近的这个检调 应该是台北地检署 跟连政署 检联这两个单位 调查的一个内容 我们看一下这个 尤乃文也就是劳动部 这个劳动基金运用 组局的组长尤乃文 他现在是被收压禁件 那保家资产的执行长 唐楚烈 还有保家资产的 投资主管邱玉元 他们是用证交法 还有刚才所说的 这个证券投资信托 和顾问法 这个行贿罪 还有证交法的 操纵股价罪 收压禁件 另外富华投信的 投资长邱明祥 还有富华投信基金管理人 刘建贤 还有富华投信的研究员 陈周瑜呢 也都被收压禁件 那再来统一投信的部分呢 统一投信的资深副总 却智昌 还有经理人孙明成 还有经理人郭世沁 还有这个投信的 统一投信的研究员 于建业 30万到250万交保 另外群艺 群艺投信的资产管理部的 副总谢志英 还有群艺投信基金管理人 林瑞玲 还有群艺投信的研究员 汤明珍 这是5万到200万交保 所以现在目前 这国内的几个 大的投信业者 几乎都已经被 卷入这些案子 而我所了解到 好像还会有 其他的投信业 被在 目前在查办当中 哇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